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进行解读 蒋玉宾介绍 甲骨文和注客在青铜器上的经文 同属于一个文字系统 都是早期汉字 但由于使用场景 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等因素 而各具特点 甲骨文是目前人们能看到的 最早的成体系大规模的汉字资料 甲骨文我们现在看到的 主要是商代晚期和西州早期 然后经文 经文大概从商代中期 我们就已经看到有一些了 尤其是周代的经文 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它只是汉字在不同的场景下 或者说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历史时期 呈现的一些不同的方式 甲骨文主要是商末周初 在这个占卜呀 甲骨占卜上面逐渐的克制呀 这种传统可能就不再继续了 这种传统消失了之后 这个甲骨文当然它也就不存在了 对吧 但是由于它 甲骨文它毕竟 它写的这种文字 它仍然是这个汉字的系统 另外呢 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汉语的这个史料 那就是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 这样的无论是这个词汇 这个语法等等 它都跟后世的 有呈现出明显的传承性 就是比如说最起码的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主卫兵 是吧 甲骨卜词 它的基本的这种语法句式吧 它也是这个主卫兵 以这个为主 蒋玉冰表示 甲骨文是产生于 占卜场景的专业文字 结合英雄遗址 证实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 将中国的姓史 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甲骨文它实际上 它不是当时社会 这种泛泛的用来 记录社会生活的 这样的一批材料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材料 是这个 是占卜里面产生的一种 很专业的场景下 产生的这么一种材料 但是即便如此 它反映当时的 这个社会历史文化的面貌 还是很丰富的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要从这个学术史 或者从这个历史的 这个高度来看待 那么甲骨文里面 告诉我们 之前没告诉的东西 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这个证实商朝的存在 就是甲骨文的发现 把这个中国的信史 向前推了这个五百年 就是从这个州 往前推到了 这个商 那么这么一种 一种认识 应该就是我们 在用传统的材料 这个所不能够实现的 蒋渝冰介绍 甲骨文是世界古典文字中 唯一流传至今的 字元文字 国内外学者 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 不仅能了解 中国早期文明 对于人类文明史研究 同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文字来看 就是甲骨文 它是具有特殊地位的 一种古文字 就我们一般说 它是世界上 古老的字元文字里面 唯一流传至今的一种 一般我们会举 像这个 这个两河流域的 这个古巴比伦的文字 尼罗赫流域的古埃及文字 从字元文字来讲 那么汉字本来就已经是很特殊了 那么甲骨文当然是成体系的源头 而且这几种字元文字里面 只有甲骨文是完全流传下来的 后来那些文字都基本上都是成为死文字 或者是说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就是它跟这个原来的源头石的那个文字 已经是这个差别很大 那这种文字它的这种独特性 这个都很值得研究 这个需要我们了解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甲骨文 通过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 这个源头时期的一些这个表现 来了解人类早期历史的一些东西 我想这个都是各国学者这个共同的一些想法